新美市林口5号晚间 装潢公司老板不满离职员工 迟迟不还先前预支的5万元薪水 双方相约谈判破局 员工就跑回车内拿镰刀攻击 被砍伤的人一气之下 找来两名小弟报复 持球棒猛砸离职员工的车 街头大乱斗 一干人也全被逮捕送办 两名男子拿着球棒对着眼前的轿车 又敲又打毫不可泣 从车头打到车尾猛挥棒 街头金剑球棒对砸车 疑似要寻仇 警方调查跟两小时前的 这起街头纠纷有关联 他说辣椒水 头上有一个伤口 当时警方获报有人遭砍伤 调阅剑士器一群人在大马路上扭打一团 甚至有人拿镰刀攻击 一名男子遭砍伤想报仇 料了人去砸对方的车 原来双方有债务纠纷 事发新北市领口文化北路二段 经营装潢公司的王姓男子 不满诚信员工 预支五万元的薪水 辞职了还不还钱 老板一气下找人去讨钱 没想到员工钱没还还 还想跑 扭打过程中 员工气到从车内拿出镰刀 把人砍伤 老板的人也不满要寻仇 找了两名小弟梦扎他的车 警方一举将五人通通带回警局问个清楚 老板与前员工为了钱撕破脸 大马路上演追砍砸车戏码 除了刑则还得赔偿 得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记者马姓的九州林新北市采访报告